近日加盟WNBA神力人的李孟开始了在球队的集训 在最近的一次训练当中 李孟20分钟但无续发的表现得到了队友的称赞 要知道李孟作为中国女篮的核心球员 可以说个人的实力也是非常强悍 甚至有不少人拿到和含蓄进行比较 认为两人之间难分伯仲 不过最近的李孟因受到第三者事件 一度导致他的名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李孟似乎没有受到这些影响 随对的训练当中表现优异 可以说是百发百中 出色的表现也是让一众队友都非常喜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孟表示道 完成梦想的路上一定有坎坷 年轻人不要怕要勇敢向前 因为你们心中有梦想 要带着这种信仰去一步一步完成你的梦想 李孟的这些话虽然很正常 但得到了部分网络的冷嘲热讽 不少人纷纷指责道 这个路选的好啊 就是道德败坏 还有人表示道 李三解释越来越美了 可以说网络上对于他都是各种嘲讽 对于此你怎么看 我先试着 那是什么孩子